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inite 我们设计是做全网KOL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首先我们来回归一下周末的行情 上周六的时候我的视频标题是跟大家说上方的压力位是在42,400 果然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比特币最高涨到了42,380 然后就开始一路回调 目前比特币跌破了下方41,600那个支撑位 现在在40,888这个地方徘徊 用社会指标图来看比特币在大通道与小通道还有看涨看见风线之下 并且马上出现超卖信号了 还跌破了MA20那根线 那比特币今天白天如果没有主力资金介入的话 最深的话往下也应该跌不了多少了 应该会反弹一下 那大佬我们是怎么看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费罗 提大的昨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说 ETH有可能来到0.618 ETH他来了也弹起了 好这是提大的观点 相当于他认为以太坊采一下0.618那个地方 然后就会反弹 对应的价格差不多是2190 ETH现在价格是2169 并没有占稳0.618那个地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Daniel 他昨天早上两点半的时候说 DOT仍在顶部趋势线下方盘整 在明天的直播中 我计划在HTF波段交易中介绍ALT Coins 因此我将深入介绍DOT和其他许多币种 好之图表冠军Daniel对DOT的观点 相当于他认为DOT是在顶部趋势线下方盘整 他对比特币的观点估计需要等到今天晚上 可以关注一下Daniel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区块链狙击手VV 他在星期天早上半钟的时候说 你现在可以做多 今天开仓的所有股票 必须在12月22号之前全部平仓 我们将像往常一样进行短线交易 此更新适用于波段交易者 此外下周一比特币可能触及40800到41800 在进入之前 你的仓位大小和杠杆率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好之区块链狙击手VV的观点 相当于他认为今天比特币会触及40800 刚刚已经摸到了那个地方 现在在这里徘徊 按VV这个预测 今天的底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VV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罗胜 他在星期六的时候说 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 到目的地了老铁门 狗狗并没问题 K线很好 热度也很好 一起跑路吧 刚下飞机就水土不服 养两天身体舒服了 开始专注工作 无人打脑可以专心交易 也不用担心出京问题 论了 好这是罗胜最近的动态 我刚开始以为他是去迪拜旅游的 没想到罗胜直接论了 移民了 中国又少了一个人才 随便来昨天下午的时候说 短期几年不回了 没问题 今天去比特币换现金的网点 已经关门了 明天去看看 换一点钱摸一摸 家人非常支持 迪拜的时间非常适合做交易 现在当地时间才九点多 每盘收盘隔一小时 我来睡觉 其实还好 大多数都是刻板印象 就跟老外看中国一样 然后他接着说 现在还有酒店 房子问题一两周之内解决 好这是罗胜罗大的动态 看来他是准备在迪拜安家了 是吧 卡尔丹尼都在迪拜 看来罗胜以后是国际大V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罗胜的动态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WWG群主约翰 他在昨晚10点半的时候说 早上好 然后他晒了一下 他比特币的空单 是42,502开的空 相当于是在压力位开的 所以他说 在周线收盘前 我们会慢慢来 但我认为 如果周线收盘价 低于42,000美元 我们就可以回测 38,500美元 今早周线收盘 收到了41,300 低于约翰收的42,000 那他下一步就看到38,500 所以他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说 盈利关闭 空头收盘很好 如果周线收盘价高于42,100美元 我认为本周可以继续向 44,000美元甚至更高 短期偏向 目前我们只是水平对水平的比赛 随了今早90,000收盘之后 他说 说实话 我并不喜欢BTC周线收盘价 低于42,000美元的方式 话这样说 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上涨 ETH对比特币正在筑底过程中 每个人都希望底部在一页之间出现 但这很可能出现在ETF批准前后 说到这里 尝试做多以太坊 相当于他是让大家在2142去开多以太坊 最高的话 说新一周新目标新机遇 让我们开始吧 应该让这件事情彻底解决 我们等待横扫38,500 我希望看到比特币迅速收回这里 否则会变得很难看 让周一的范围再扩大一些 INJ寻求做多 仍是市场上最坚挺的货币 好 这是约翰的观点 相当于他认为 如果比特币要下跌的话 最好去快速摸一下38,500 然后就马上收回 不然的话会走得很难看 并且他让大家在2140去做多以太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约翰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 柳玉东 他今早11点钟的时候说 2024年运用波浪理论观察的方向及其品种 1.AI 微软 谷歌 2.半导体 英伟达 阿斯麦 3.军工 航天电子 某某动力 4.通信 SpaceX 苹果 小米 5.航天 SpaceX 6.电动车 特斯拉 小米 7.机器人 特斯拉 8.其他 大饼 好住柳玉东柳大对2024年的工作安排 和他关注的重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上周说了 认为44700这个调整再继续寻找他的终点 找到终点以后再进行下一次上涨 这三天验证了调整再继续 短期支撑为绿色虚线40222 如果跌破的话 很有可能冲击蓝色虚线39251 冲住了才能起稳 且看今天多头能否守住 上方压力位为红色虚线42491 好 这是柳玉东柳大的观点 相对于他认为 只要比特币不跌破40222的话 就有可能继续反弹 如果跌破了的话 下一个目标是39250 39250下面多少大家记得吗 3850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指银哥 他在今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说 比特币今天再次在MA20 蓝线注完美反弹 再一次证明 MA20确实是比特币的朋友 请记住周日报告中提到的 43600美元区域流动性资金池 好 这是指银哥的观点 目前来看 MA20那根线已经跌破了 比特币如果不能迅速收回的话 接下来就会走得很难看 但是我反而比较希望 比特币能下去摸一下 38500那个地方 小伙伴们都懂的是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指银哥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明灯米哥 米哥前天看多比特币到54000的时候 我还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现在想想自己真是可笑啊 他在昨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说 比特币 他画了一根线直接画到了5万 然后他说 短期视角 41200到41600 有好几个局部低点没有下探 短期行情有下去插针捕捉流动性的可能性 可能在纽约开盘会去执41300附近 然后反弹 然而介绍了一下FIT 接着他又分享了一下 他对以太坊走势的预测 他认为以太坊会先去摸一下2029那个地方 然后再反到3275那个地方 随后再下跌回调 他说 ETH日线观点 日线是一个上升通道 这个通道上沿目前是2550左右 刚好也对于一个0.618回撤点位 2550大概率会和53000对上 BTC抵达53000后回调到42000 然后ETH2550回调到2000 回调完了比特币4万到5万震荡 ETH2000不涨到3300 果然如此 纽约一开盘 一小时的也就开始扫损行情了 然后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 他说按预期 好这是米哥的观点 他真的是把比特币明年的走势 全部都预测了是吧 还按他预期啊 今天凌晨1点钟 比特币涨到42,400 就是我们周六跟大家说的高点了 在那个地方开空 可以说是极限位置了 看来米哥只能当明灯使用 偶尔蒙对一次只能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米哥技术不到位 只有真有本事人才能连错 对一单错一单并不是本事 米哥我们观察了这么长时间 胜率在30% 平均水平没有很垃圾 只是比较垃圾 大家可以看一看米哥的笑话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Rose 他在今天凌晨3点半的时候说 周一即将到来 因比特币修正而产生了 局部波动式游戏的一部分 风险由你自己掌控 降低你的杠杆率 然后他给了一个比特币的空单设置 他让大家在42,192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43,156 最终只能为的话放在39,538 然后他说周一再次洗盘 比特币到达TPE 然后在今早8点半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INJ的买入设置 他让大家在30.92开多 最终只能为放在100 止损的话放在24 看多三倍哦 INJ这个币刚刚约翰 好像也爆了是吧 在今天这种行情中 他还算比较强的 目前价格是30.8 今早最高的时候涨到了32 好这是Rose姐的爆单 于他对比特币的观点 相当于他认为 比特币会回调到39,500去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B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空巨的力量碾压多巨 多巨完全没什么量能 庄家涨到42,000就会把 这波开空的人全部爆完 我们来看一下全局爆仓图 在目前的价格附近 周六我们看到那批空军 都只赢离场了 目前的开单量很小 庄家想去哪就去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OBTI的爆仓图 跟比特币一样 庄家上涨的收益 明显比下降要高 涨回2250的话 就会把所有开空的人全爆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全局爆仓图 在2350那个地方的空军 依然没有平仓 他们量能住有2.3 看来做空以太坊的人 比做空比特币的人要坚定是吧 好 今天的文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实施爆单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议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